住房养老金制度开始试点了 互联网上简直就是群魔乱舞的解读 甚至有人说国家研究住房养老金制度 它是为了变相的去收取我们的房产税 去补贴地方政府的财政亏空 去养公务员 然后还煞有介事的拿了一个收费标准 是说住宅总乘数在6层以下的无电梯的房子 每平米要交50元 乘数在7到11层的电梯房 每平米缴存是104元 总层数在12到21层的房屋 每平米缴存120 22层以上每平米缴存144元 而且按年交 如果按120或者144的收费标准 每平米120 然后100平方的房子 那就一年就交120 而且据他们说 据他们解读还是年年要交 我就想问这些解读的人带没带脑子 你真的觉得国家会出这样一个政策吗 他真的要收房产税他就收 他何必去跟你一样搞这种弯弯绕 搞这种小动作 这可是国家 这可是个政府啊 他推出的政策 首先就是让大多数人满意 你觉得就像这些自媒体乱解读的 什么每年要交一万多的 这个住房养老基金 谁受得了 这能是大多数人能接受得了的吗 那如果真有人提出这样的政策 大多数人肯定都是不愿意的 包括我在内 但问题是 国家出这项政策 真的就是这样实行的吗 真的目的就是为了变相的收取房产税吗 真的要每年要交一万多吗 或者说你六七十的房子 每年也要交个好几千 大几千 可能吗 你维修房子 你还是盖房子 每年交那么多 你要再交个二三十年 一个新房子首付都出来了 那要维修什么 需要那么多的钱 所以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必须要给大家解读清楚 好吧 我必须要给我的观众 至少给我的观众解释清楚 不要让那些人给你带跑票 然后到处去抱怨 好吧 我们要有一个分辨信息真假的 最基本能力 要有一个常识 首先第一个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房屋养老金 我们来看一下政策 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 逐渐进入存量时代 截至2022年底 中国城镇既有房屋中 建成年份超过30年 房屋占比接近20% 需要维护改造的老旧房屋 占比快速提升 受申请动用住宅专项资金 程序的繁琐等因素影响 当前住宅专项资金的 这个提取率较低 2022年底 北京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提取率不足10% 2019年底山东的提取率只有3.3% 这个住宅专项资金的提取 它是一个程序比较繁琐的一个制度 它主要要解决的是 这个资金它一直沉淀在那动不了 因为申请比较繁琐什么的 所以国家在制度层面上 给这个资金松绑 这是主要目的 那么这个制度是怎么建立的 一部分就是我们交的这个大修基金 也就是所谓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这是一方面 然后这次试点主要是要把公共账户建立起来 那公共账户里面包含的是什么 按一定比例要记题项目 当时的这个土地出让金 对吧 然后呢 维修资金的增值收益 也就是我们趴在账上那些大修基金 如果它制度建立起来以后 那它就会去做一些什么无风险的套利 对吧 那有了这个收益 也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住房养老金的一部分 然后再加上财政补贴 还有创设配套金融产品等等 这是一个主要要探索的方向 那么这个房屋养老金制度 是由个人与公共账户一同构成的 第一支柱呢 就是公共维修基金 也就是由全体业主在购买新房的时候 交的那个大修基金所构建的 然后呢 是进入个人账户的 第二支柱呢 第二支柱其实就是把这个资金啊 拿去做一些无风险的投资 然后增值 那它主要还是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房屋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障 有利于更好的解决老旧小区改造的资金 来源问题 提高居民的这个居住品质和生活环境 实际上是给我们整个房地产行业 进行了一个兜底 等于说让老破小不至于到最后 就完全失去自己的价值 然后年久失修 也就是说是为了给整个房地产行业啊 去拖一个底 让它有效的长期的去延伸 这个老破小的这个使用周期 而且有了这个制度之后呢 就不会存在 比如说有有一些老破小的小区 有些业主他希望改造 有些业主他不希望改造 对吧 有些业主愿意出钱 有些不愿意出钱 那这个事情他总是没有办法去达成一个统一 那也不能像之前国家直接就免费的去做这种外里面的改造 那总归这个事情如果落实到制度上的话 那到时候就不会存在这种 有一些业主拖着不交钱 对吧 最后还享受了这个整个小区房屋改造带来的收益 首先解决了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房屋养老金的问题 下来我们解决收谁的啊 这个房屋养老金是收谁的钱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视频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就是房屋养老金 个人的账户通过缴纳住宅专项维修基金已经有了 四点的重点是政府把公共账户 听到了吗 国家住建部的董建国副部长说啊 个人的账户我们已经有了 已经交了 那交的是哪一部分 就是你买商品房的时候交的那个大修基金 他就是你的个人账户里面的所谓的房屋养老金 好吧 你已经交过了 如果你交过大修基金的这件事 基本上就是跟掏你口袋没关系 好吧 请大家放心 然后呢 就是解决到底收谁的 我们再念一段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商品住宅的业主 按照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 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方米造价的5%至8% 那这个大修基金你当时交了多少 那标准是什么呢 标准就是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安装工程每平米造价的5%至8% 这就是你已经交过的钱好吧 你不用再交了 那么什么情况下你需要交呢 或者说谁需要交这笔钱呢 业主分户账面住宅专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交存额的30%应及时续交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你当初交的那个大修基金 如果已经用掉了70% 现在不足30%了 你比如说你用掉了71%对吧 上29了 那就该续交了 只是针对这部分人开始才需要交 还有谁需要交呢 就是那些老旧小区当初没有交这个大修基金的 这一部分需要交 那针对这一部分要交的呢 他其实政府还给了一个补贴 那根据宁波新版房屋养老金管理办法 对于补交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老旧小区给予财政补贴 具体交存办法为按新建项目的60%交 剩下的40%为政府补贴 也就是说你这部分要交要补交这个大修基金的 那你就交60% 剩下的40%由国家补贴 那收谁的问题也解决了 对吧 一个就是收你的大修基金已经用到70%以上的 那你需要补交 然后呢就是之前没有交过大修基金的 那你现在交 你只用交60% 剩下40%国家还给你补贴 那现在再来解决收多少和怎么收的问题 刚才一开头的时候 我说有人拿出来一个收费标准 六层以内的 无电梯的每平方米交50 有电梯的每平方米交80 总层数在7到11层的每平米交104 若是在7到9层的每电梯的每平米交65 然后对于总层数在12到21的这个每平米交存120 对于总层数在22的以上的每平米交144 我首先我不确定这个收费标准是不是这次试点的收费标准 而且即便就是这个收费标准 您各位认为它是每年都要收吗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了 它是说你如果住房维修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需要你补交 或者说你之前没交过的 你需要也需要你补交 对吧 然后再下来就是如果你的房屋达到年限了 然后开始体检了 对吧 开始房屋体检了 开始维修了 肯定也是按照这个标准 就是你用多少交多少 对吧 它肯定是有一个上限 它不可能让你年年交啊 不断的交 那交来干嘛呢 对吧 你这个钱难道真的去补贴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吗 那不可能的事情 政府不会这样做事情了 这样做事情它就没有正当性了 好吧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事务的这个常识 对吧 它不可能这样操作 它这样操作 它也不可能带领我们国家走了这么多年 好吧 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了 它不可能是跟这个样子 它一定是有上限的 而且它的目的很单纯 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老旧房屋的维修修缮问题 不要让房屋出现微房或者年久失修 出现这个安全事故 或者再往深了说是给整个房地产行业脱底的 哎呀我的天了 它怎么可能去年年收 然后每年收你个万八千的 收你个十年二十年 它要干嘛呀 有点常识呢 它都不会这样想问题的 谁敢这样收你的钱 你现在光提了一个看起来有利于这个整个房地产行业长远发展的这么一个政策啊 都被人歪曲解读成了要变相收房产税对吧 然后整个一个好政策要搞得被人解读的简直就是利空房地产的政策了 谁还敢年年去收那个钱 怎么可能去收那个钱 收多少 它一定是有个上限的 这个上限我现在没有查到 我查到了我及时给大家汇报 或者根据后面的这个信息披露 大家也肯定也能了解得到 所以总结一下 这个制度它是为了试点让这个整个房地产行业啊 让它的周期可以再长一些 让那些老旧小区不要彻底失去价值 然后对整个房地产行业形成不利影响 收谁的 就收那些老旧房屋 已经把那个大修基金用的差不多的 你补交一些 但是它有上限 另外就是没交过大修基金的 你把大修基金补上啊 财政还给你补贴40% 剩下的就是政府去研究这个制度啊 这个钱怎么用 怎么投资 对吧 怎么建立一些商业的这个保险制度 去完善这个住房养老金制度 然后让这些房子啊 它的生命周期更长一些 让我们就是房子老旧了 不会说无家可归 对吧 让我们这个房子不会常年的年久失修到处漏 然后你在家里外头下大雨 你家里下小雨 他都是为你考虑这些问题的啊 他不是要收你钱 他不是要坑你 害你 如果他真的要害你 如果他真的是要每年收你那么多钱 你放心 没等收到你那儿 他就已经不会再收这个钱了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最后我念一段啊 还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 我就不说是谁了 他做的解读啊 如果再有这种up主的这种解读 你赶紧就给他拉黑了啊 这简直就是不带脑子 目前我国每年销售商品房大致是10亿平米 如果每平米收取100元房屋养老金 每年就能给地方带来超1000亿的收入 而我国城镇存量房屋面积超过300亿平米 如果全面铺开 即使每平米收取50元房屋养老金 也会给地方财政每年带来1.5万亿的收入 他就是这样解读这个政策的 好吧 我跟你说 步伐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人啊 他是故意在往外里解读 然后给你拿出来各种谣言去蛊惑大家 然后让大家去到处去散布这些谣言 然后鼓励大家去网上抱怨 然后去形成这种负面的评论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相信啊 政府很快也会出台一些更加细致的这个解释 不会让这个谣言继续蔓延下去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